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股收盘节目,我是王丹薇 今天是2014年的5月5日,一起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周一的全天走势 美股周一虽然受到好与市场预期的美国方面的宏观经济数据的提振高开 但是在五盘左右的时候呢,中国方面的清减经济数据以及对人政治的威胁使美股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周一美股小分高收 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首先是宏观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FM公布的4月份分制造量指数公布出来达到了55.3 是高于市场预期的54.2的水平 但是在汇丰中国的4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方面呢 却是中值报了是48.1小于初值的48.3 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之后,中国的经济放缓增长速度再一次受到了投资人的关心 另外在地缘政治方面,俄乌两国在周末的时候关系趋势紧张 所以呢,市场认为俄罗斯可能是再次会遭到制裁 并认为这种制裁将会波及到,升级到新型市场国家的表现 我们看到香港恒生指数收低1.3% 而欧股也是继续的走低 来看一下今天美股在收盘时候的具体表现 道琼斯报的是16530.55点上升了17.66点 标准佛尔报的是1884.65点上升了3.51点 纳斯达克报4138.06点上升了14.16点 有约所的交易量是达到了3.95亿 而纳斯达克的交易量是达到了12.56亿 来看一下盘面方面的状况 在道指方面我们今天关注的一家公司 首先是可口可乐公司 可口可乐公司的高额的管理层新筹集的计划 再次受到了市场的关注 这份计划呢,虽然这个著名的投资人巴菲特此前表示 是过于高额 而且呢,在私下也是知会了可口的公司的管理层 但是在正式的投票中却投出了弃权票 而且呢,被视为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未来精神传承人的霍华德 巴菲特却是投了赞成票 而这样的一个表态是外界再一次 对于没有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是否能够传承以前的那种精神在一起 另外一家公司看一下波音公司家的母位BA 波音公司呢,今天根据路透社的报导 准备和美国海平签订一份47架飞机的合同 另外一家公司呢,看一下辉瑞制药 辉瑞之后今天公布了不及预期的财报 并且呢,也是受到了市场的关注 主要是由于这家公司目前正在积极的 和英国的制药大厂阿斯利康进行这个收购的谈判 在5月2日的时候,阿斯利康曾经拒绝了 辉瑞制药的这样一个收购的计划 在标准波尔的板块方面 我们看见最近的走扬的板块 包括科技板块,这个原材料板块和能源板块 走弱的板块,包括工业板块,金融板块和消费者 非必寻板块 在今天的科技板块上 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推特公司 这家公司目前股价持续低迷 今天也是进一步的走低 在前期呢,更是创下了37块2毛4美元的 这个历史最低点 而且距离去年圣诞节附近创下的 73.74美元的历史高点 已经价格腰斩了一半 180亿美元是人间蒸发 目前呢,推特公司机器也表示 整个的用户的增长数量连续5个季度走低 而且呢,2.55亿活跃用户 也是在不如前一年那样 非常频繁地使用推特 这都使得这个分析师十分地担心 分析师目前是纷纷下调了推特的目标股价 以及信用评级 推特在去年上市的时候呢 投资人们对它的这个情绪是非常的高涨 当时呢,由于这个投资人情绪高涨的原因 推特在开盘的时候的价格 就是大涨了73%之多 但是目前有分析师认为呢 各种公司虽然正在运营良好 而且有创新的概念 但是不足以支撑目前非常庞大的市场的价格 另外呢,看一下今天的金融板块上 这并不过大通银行公布了 在上周五公布了第一季度呢 表示说产生了大约为3.47亿美元的法律的开支 并表示在第二季度将会营收市下降20% 另外本周将会有非常多的这个美股方面的重要公司将会公布财报 其中就包括中文投资长官布的这个奥巴马十五和的特斯拉公司 另外还会有这个华士迪士尼公司 以及Priceline还有这个Hofus公司等将会公布财报 另外本周呢,市场还会关注阿里巴巴IPO的任何动向 阿里巴巴的IPO将会成为有史最大的IPO之一 好的,以上就是美股在周一的全天早时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周二再见